上帝是用泥土造人之后 把祂的灵气放在人里面 为了要我们看见 我们的生命是祂如何 一步一步的带领着 与我们同在 当主的灵进来我们的生命 就等于无限的上帝 无限的爱 无限的计划 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 并且是继续在感动着我们的 在一部所书一章十三节说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是的 当我们信了基督 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了 叫我们凡事 得到圣灵的感动 能分别圣灵和肉体的事 所以我们生命都要属灵化 意思就是靠着主的灵 叫我们凡事能够分别圣灵和肉体 享受这位无限的上帝 我们的生命若属灵化起来之后 就会知道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 全部是必然的 因为主是从来没有做错 从我们出生到如今都有主的代理和美意 我们身上一切的软弱、条件、经历和问题 也都不是偶然的 全部都是主的爱、主的呼召和祝福来的 因此我们对前面的路有确据、有盼望 倘若一个人无论多么的厉害 但他看一切都认为是偶然发生的 有这样的观念是无论他做什么 都认为得靠自己来做 他就会想既然万物都是偶然的 就要靠自己争取、自己解决、自己负责一切 这样的生命就是与神隔离了 我们看圣经里有几位属灵人 像大卫、摩西、亚伯拉罕 大卫王说 我将耶和华上帝常摆在我面前 大卫是让上帝完全掌权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的心欢喜、他的灵快乐 他的肉身能够在痛苦中安然 虽然大卫遇到的苦难比我们多 不过他把一切遭遇的事都属灵化起来 因此他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一个人不属灵化的话 他只会满怨人、满怨自己、满怨环境 我们看摩西也是另一位属灵人 他信了上帝给他的话 那刻在心板上的经义来爱神、爱人 他因着信能够看见上帝 不是用肉眼看见上帝的 他乃是靠着心灵来看见上帝 所以摩西得到经义后 看回自己和以色列人过去的生涯 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了 然后我们看亚伯拉罕 他的身上有许多的问题 不过当他回头看自己的生涯时 他看见一切都有上帝的祝福 就如在篡世纪二十四章那里 亚伯拉罕在一切事上都看见上帝赐福给他 今日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看回去的时候 会看见一切都有上帝的祝福 如果我们不属灵化 我们就会被世界的王欺骗 但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宝座展权 圣灵也已经进来我们的生命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如何分别 什么是属肉的事 什么是属灵的事 可是我们不要误解 不一定凡事成功 顺利就是属灵的事 也不一定我们常常软弱 遇到问题 我们就是属肉的 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分别 什么是肉体和圣灵的事 那如何分别呢 最能在我们能够分别的 就是用儿子的心灵来判断 来查验 来享受上帝的爱 之后会发现肉体的事 才会越来越能死去的 这样分别后 我们要赶快趋向上帝的事实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然后信而顺从上帝的免疫 所以一个人一顺服圣灵的时候 他会有无限的自由 倘若不靠圣灵活的时候 他的生命一定会比之前更痛苦的 继续会得到暗示控告 也继续得到倒霉的思想 但也我们今天 无论跟什么人说话 做什么 我们能够以儿子的灵来分辨 得着圣灵给我们的爱 这样我们无法看拒 主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靠肉体就会被肉体捆绑 靠圣灵就会得圣灵的自由 约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